在纽约时报广场 数千人举着不要干涉穆勒的标语抗议游行 也有民众在白宫门前集会 要求允许穆勒完成他的调查 此前塞绅斯回避了对俄罗斯的调查 这激怒了特朗普 塞绅斯的前办公室主任特朗普任命的 司法部代理部长马特·惠特克 对涉额调查持批评态度 现在却在监管调查了 我们希望总统了解 我们也希望所谓的司法部长了解 我们把白宫和司法部 都当成了犯罪现场来对待 抗议人士说 他们支持司法部和其他机构的诚信 我尊重法律 我是忠于宪法的人 我认为到今天为止 出现的事态是令人愤怒的 特朗普说 他的竞选中没有俄罗斯的卷入 并称有关调查是无中生有的迫害 他称之为猎屋 抗议人士警告说 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 也有可能被撤职 他被撤职会引发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美国之音奥萨利文 洛杉矶报道